大家好,我是某個獅,歡迎收看今天的ROGGY MUN GO 今天的重點當然就是新服裝啦 免費的阿羅拉地區南國服飾免費領取 那我等下再跟大家介紹,我已經穿上去了 那今天的重點呢,就是這一個 因為它快結束了,我們趕快打一打 單挑刺甲背 那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贏,反正就是 當做一次的經驗 當做一次失敗的經驗 因為它快結束了,我們趕快進去吧 我們用它推薦了進來 好,我現在穿的這件就是所謂的阿羅拉服裝 近期的一個小更新 應該是說近期的一個更新內容 就是所謂的一個阿羅拉的一個服裝 還有呢,團體戰的一個全面的更新 那但是大家也知道團體戰要一些資源 尤其是現在團體戰更新的那麼多 所以通常都是要單挑的 那單挑的時候我要準備一些藥水跟什麼東西 所以我可能 要慢慢的來 對,不能一次 不能一次用太多的一個 算是 對,算是道具 因為我已經快沒有了 我擁有的東西就只有哪些 所以呢 就是進度會比較慢一點 出片的一個進度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團體戰 那幾乎現在如果你要挑戰新的寶可夢的話 都要單挑嘛 那單挑的話你會消費大量的復活藥劑 跟所謂的一個藥水喔 所以是 是比較難的 我覺得 嗯,要每個都挑戰到是比較難的 那大概就是慢慢的來吧 那今天呢,剛好有一個 一波的一個大改版 那就是所謂的免費的實裝喔 我剛才已經把男生跟女生都玩過 試過了喔 那我把它穿上去 我一開始以為說 欸,奇怪我怎麼有一個Glober 我說 登錄的時候 欸,奇怪我怎麼沒有阿羅拉服裝 然後呢 它其實要過十分鐘吧 還是五分鐘 它就會配送到你的遊戲裡面了 這邊它推薦我們用雷性的 來打 或是所謂的兵性的寶可夢 我們就用它推薦的好不好 因為我不想換了 呵呵 它推薦的很好 三精靈加上一隻雷弓 然後凱羅斯 還有鐵甲貝 那這一隻我不知道打不打而已 反正我們就用它推薦的來打看看 應該還頗好玩的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打鐵甲貝嘛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影片喔 那...快點趕快吧 OK,那就是這樣子了 我們趕快來打看看 來囉 好,吃甲貝 GO 哇,超帥的 好像很猛耶 我們給它一個大絕 水泡 哇,不太會痛耶,怎麼辦 繼續繼續 鐵甲貝BX,鐵甲貝還蠻好玩的喔 呵呵呵 水泡 因為它其實剩幾分鐘而已啊 所以我們要趕快打一打 演示給大家 我等一下應該時間到... 我應該就被... 我應該就被... 趕出去了吧 所以說一下還蠻溜的 因為我每次都要室外錄影 室外來錄喔 來看一下 雪崩耶 來,電死你 還不死 來,雷電信 再電一次 再電一次 還不死啊 電爆你 再電...啊啊啊,掛了 換上我們的大甲 好,給它一個大絕 晉升戰 再給它一個晉升戰 哇,還不死耶 效果絕佳 效果絕佳 喔喔喔喔喔喔 超OP 雷弓 電死你,電死你 好,再給它一個大絕 哇喔 這又可靠出來了 好,5分鐘 哇喔喔喔喔喔 好,把大絕 好,這跟它大絕 看各位一單挑它 感覺可以 będę 哦,這個速度還蠻快的 可是... 已經65秒了 哎呀阿,它單挑事敗QQ 它會怕火嗎? 為什麼你要推薦火精靈 不要說為什麼要用魔鬼精靈 因為是它推薦表嗎 哇 樂風的技能超帥的耶 還不死耶 怎麼辦 怎麼辦 接下來是太陽一步 看起來打不贏啊 41分鐘 雪崩 哎呀哎呀 又是雪崩 再給他一個大雪 預測未來 哇 好強啊 快掛了我 GG 沒關係 我們再重進 20秒 哎呀 20秒這個速度 火爆射火爆射 慘了 我覺得我要損失一批的藥水了 我現在都出現吹雪槽啊 每次玩這個遊戲都是這樣子 所以多多打團體戰啊 雷公炎帝團體戰 補一下藥水吧 好啦 結束了 道館結束喔 那今天的video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我順便給各位介紹一下 所謂的阿蘿拉服裝喔 我們點擊頭像再點擊換裝 我斷線了 沒關係我們再進來一次 我們點擊頭像呢 然後再點擊換裝 就可以直接進入到遊戲裡面 就是說他的一個換裝介面 我們先loading一下 好 我如果再閃退我就要瘋了 這邊有他的一個帽子 那這次應該是這一頂吧 應該是這一頂吧 因為如果新的話應該就是這一頂 因為這一頂是冒險家嘛 之前活動送的 好那我們就帶這一頂 那這也是所謂的一個 上衣的部分 藍色就是阿蘿拉 那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的男腳 那我們當然是切換一下女生 好那女生的阿蘿拉就是 因為男生大家看過了嗎 那我給大家看女生的 女生一樣有這一把 女生阿蘿拉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然後頭像的話就是 頭的話就是 頭帽子有送嗎 喔有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 然後 褲子的部分的話一樣也有 等一下我點一下 褲子的部分的話 有沒有也是整套 然後都是免費的喔 重點是他 重點他是送免費的時裝喔 欸我不知道是哪一個顏色 應該不是這一個 應該是這一個 那就是這樣子阿 有像嗎 那就是這樣子囉 好不好 好啦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 大大的喜歡 想要注意最終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這一集的Pokemon Girl呢 就到這邊囉 OK see you 拜拜